大家好 歡迎收看投資兩分鐘 我是今天的主持方澤喬 萬眾期待的淡仔國際終於可以上市 大家除了可以吃淡仔之外 之後還可以抽淡仔 真是會很厲害 說回淡仔 淡仔在較早前 星期一可以招股 發售3.35億股 其中一成是公開發售 公開發售價是3.35至4.17 最高雜資額只不過是13.97億 入場費大約是4212元 大約在10月7日主板上市 大家抽淡仔之外 大家留意淡仔的發起是怎樣的情況 淡仔米線起源於淡仔的家族 當時文革時 淡仔譚家從廣州偷渡到香港 直至1996年 三哥譚習群和六弟譚習強 在長沙灣成立了淡仔雲南米線 三哥負責廚房 六弟負責宣傳 求五弟加入 大家平均分配工作和家族的比方 直至2008年 因為經營的理念發生分歧 導致他們分家 平均分了12間舖 各自經營 三哥和六弟經營了淡仔三哥米線 五弟譚祖軍經營了混濫淡仔米線 直至2017年 終於可以他們聚首買一堂 日本歸遠祭免的武企 東利多控股 在2017年分別作價10億和11.1億元 先後收購淡仔和三哥 重組了淡仔國際 淡仔大家吃了這麼久 淡仔三哥和淡仔有什麼分別呢 淡仔大家看過門面也知道 淡仔煮的都是以綠色為主 三哥則以紅色為主 淡仔的倉底大家不知道有否分別 淡仔其實比較清甜、爽口一點 反而三哥的濃縮度比較高一點 辣度也比較高一點 所以大家吃淡仔時都要留意一下 其實它的味道也有少許不同 看到它的食材也差不多 而且味道也差不多 但湯底也有很大分別 大家吃下去真的要留意一下 說完它的起源之後 說一下淡仔現時香港的經營情況 淡仔在亞洲的粉麵市場 佔油率達到64.6% 現在合共經營了156間餐廳 包括了76間淡仔 74間三哥 深圳有三間淡仔 新加坡也有三間三哥 以餐廳數目為計 2019年亞洲粉麵的專門市場排名第一 市佔率達到58.5% 2020年更加升至64.6% 未來其實更有機會在東南 甚至海外地區擴展他們的業務 淡仔開一間新店平均收支平衡 只需1至2個月 投資回本期大概是6至19個月 三哥的收支平衡大概1至3個月 最快就是4個月就可以回本 如果大家做生意都知道 如果幾個月或一年之內回本 其實基本上是非常困難 而且他們的盈利是非常之高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想像一下 其實他們的盈利和回本期是非常之短的 而且看到其實他們的速度 比其他的行業 其他的飲食業是比較快的 再說一說他們的基石投資者 其實他們的基石投資者 認購亦都比較少 而且亦都不是那麼出名 預計是發售的規模只有一成左右 所以其實這班基石投資者對他的業務的影響 又不是非常之大 看看他的定價 現在他的定價大概市盈率 就是大概15至19倍 如果以低的下限價大概15倍 其實都還有一些水位執行 如果說19倍 說19倍 其實相比同業來說 淡仔國際的估值 其實都未算太高 市盈率 如果說太輕 六百一一 太快活 52倍 加上34倍 其實他們平均市盈率大概是22.9倍 相比來說 其實就算在上限價時定價 其實還有一定的水位 但大家要留意一下 淡仔其實是一個本地的品牌 見到其實海外的擴張速度 也未似大家想像之中那麼快 如果以一個本地的品牌 如果他想擴充未來 有三至四成的增長 一定是靠海外那邊的生意 和他們發展的業務 但來講內地 和現在見到新加坡 甚至是其他地區 見到發展速度 仍然只有三幾間 所以未及預期之中 所以未來我覺得 淡仔仍然是一個比較 有一個穩定的增長 你說會否爆發性 而兩至三成的增長 幾乎我覺得機會不是太大 因為內地暫時來說 只有兩三間的一個分店 以及這個品牌是由內地傳入的 所以要傳入 至於品牌改造後 再傳入內地 其實也未必適合內地人的口味 以及你看到 雖然在香港是非常受歡迎的 但到新加坡甚至其他國家 這個味道也未必適合當地人的喜愛 所以海外發展在這些米線 未必是利於他們的順利情況 所以建議大家 其實抽這隻淡仔 我覺得少住仍然可以 因為其實它的尺寸 第一 比較細 集資額比較細 容易課源歸邊 但如果要用孖展來抽 大家都要注意一下風險 因為其實它的前景和未來來說 都是一個比較難預測的業務 所以我建議大家 以現今抽這隻新股為主 今日我的分享時間就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